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介绍向量 那向量呢它是代表它是一个具有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量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条河流 这个河流呢它的方向呢是往右边在流动 那这个船长呢他想要把船呢直接就开到对岸去 那当然我们了解这个直接走的话呢 这个距离是最短的最短的距离 那当然呢因为船的方向呢它会受到流速的影响 所以最后呢这个船长呢他必须要把这个船的方向呢 把它移动到往这个北偏西的方向呢好去调整 那因为受到水流速的影响呢 所以船自然的就会往北边靠岸 那一个向量呢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个单位向量来表示 那因为我们取的坐标轴呢是取三度空间的坐标轴 那单位向量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它是确实是一个向量 然后呢它的长度呢是一个单位 而且它指向特定的方向 那我们取的三个坐标轴呢 在S轴的单位向量呢我们用I向量来表示 在Y轴的单位向量呢我们用Z向量来表示 在Z轴的单位向量呢我们用K向量来表示 各位同学我们假设有一个向量呢 这个向量是A向量是EI向量加2Z向量加上3K向量 那我们怎么样子在坐标图上呢来把这个向量表达出来 那首先呢我们在S轴的这个方向呢正方向 取一个单位向量 取一个单位这个向量呢就是EI向量 那接着呢我们再往上就是在正Y轴的方向呢 我们取两个单位 取两个单位这个向量呢就是2Z向量 那接着呢我们再往Z轴的方向呢取三个单位 这个向量呢就是3K向量 那接着呢我们从这个参考坐标的原点 到这个3K向量的终点呢 我们取出来的这个向量呢就是A向量 好我们这个单位向量这个单元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